第三條 博彩法的二十三條 指名道姓呢 在政府面前 永遠 承辦商 即永利和那個島廳 這麼多集團 是要承擔責任 其子就是 行政法規 行政法規也都在 2002年 第六 邪惑 2002年呢 講得很清楚第二十九條 所有承辦商 即六間國企 他們是需要扶起 那個責任 來自 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 裏面那個 中介人 合作人 他們是責任的 所以這件事是很清晰 這次事件 是需要明白 三方需要承擔責任 第一就是那個承辦商 六間國企 第二就是土廳 第三就是政府那個監察 事實上這次政府的監察 是失敗 造成了今時今日 外來的投資者 和本土的投資者 是得不到保障 不能夠忘記有很多種形式 是在賭廳裏面 運作的 有些是放在那裏 資金是放在那裏 有些是借給賭客的 有些是投資在賭廳裏面 有些就是 他覺得 搞廳裏面那個運作 將來有個保障 他都是這樣放 所以我們現時來說 我們是有法有得醫的 是需要特區政府 馬上處理的 這次我們覺得 求好失敗 博彩監察署出那個新聞稿 就是說 如果你們 是放些錢裏面 是超越現時法例規定的 息口 是達公的 那些違法 誰不知 媽媽女人 這些是不可能的事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有特區政府 有四個政府部門 有博彩監察署 有金管局 有金融情報局 那兼甲呢 我們政府部門裏面 博彩監察署有一個審計廳的部門 來去每個月審計裏面的收入 而這些收入 是政府知道 究竟這些具體的收入 入了賭廳 如何運作 現在那個混亂的情況 就是因為 政府沒有監督 政府沒有履行他的責任 所以這裏 需要特區政府 承擔的責任 應該 如果是香港或者外國 已經有人 忍究辭職 謝謝高先生 在此時我們要問回律師方面的議員